这半期讲解是火烧无朝 红方是梦辰 黑方是往前一 开局是中炮 对平风马先进其足 这儿的话 红方过河局 黑方选择腰队 红方采取的是不对 这儿形成一个五六炮 这种棋可以或是有备而来 那么黑方先把局拿出 对方上马 这儿黑方需要做 就是炮二平一 一旦被牵住 这个棋就挨打 那么红方选择的招法是 兵武进一要冲 那么黑方走的招法 就是马三退伍 窝心马 这儿的话 有一个灵活的架中炮 而且这边可以打局 那这里 红方续挺中兵 黑方就炮一平 眼看这边要打局了 这儿打一将打死局 怎么办呢 红方马三进五先上 让你这个打了不将 不将的话 那这个棋现在就走一个局先捉 把马赶走 又要将 那对方这个棋退一步 还是不让你将 现在这个棋 黑方就只好先打 那么红方先闪开一步 黑方虽然不能打死局 但是可以利用采局 把对方这个中兵消灭掉 那对方这个棋呢 反利用对方这个炮 捉捏一下 接下来黑方赶快对掉中炮 然后呢 这个棋寻求平稳 炮分边 司机呢 是要从边线发难 这儿的话 红方也是出局要对 你不对 他去优点过来吃马 所以这个棋必须要换 换之后呢 这里黑方走的是 足五进一 在这个局面下 除了足五进一 还会有这个局八进七的招法 当然也有局八进八 炮九进五 总共四种招法 非常犀利 那么局八进七呢 是变化最少 最容易掌握的一路变化 我们就不说其他的变化了 这儿一桌之后 红方大致有两种变化 一个是放中炮 那么一个就是落相 首先你落相的话 这个棋 它就可以打你马 上马之后就上马反击 你这儿的话 冲兵 它是为了先来上马 这里就过去 对方先放中炮 先震住 这边呢 肯定是平击过来 不让你上 那么对方就升东击西 从这边上 这儿的话会弃子 弃子之后 下一步浮游绝杀 黑方可以打一将解围 这儿你打过来也没用 它可以马五进六 那么接下来这个棋呢 你一旦让这个马跳起来 红方虽然说狙马抽杀 但是黑方有一步巧 手就盯住你 这儿你退回也不怕 现在连住你 你一走就要吃一次 将来这个棋可以考虑 简单换点 就不给他这个补象的机会了 那这样的话 将来聚三平四 初老将还要反杀 多子 所以呢 这棋肯定是有利的 那么对方他不能打 他选择飞象 这儿的话是富有跳马绝杀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必须要先上马 守住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要是贪心去吃 那么卧潮的话可以解救 挂脚就解救不了了 下一步绝杀 所以说到这里的话 要注意 先上马解锥 对方吃回一个子不可失 到这儿对方受困 如果他想强行进攻的话 那么这里有一个吃炮 你卧潮看似好像可以吃马 其实他一出老将 反而还吃了鞠 你鞠一逃就会失死 这儿你肯定不行 那么接下来这个棋呢 他这里可以先踩掉你的马 再吃你的炮 所以这棋你就不好下了 那可见落象挨打 这儿的话你方中炮就是隔断 不然他过去 那么这样来的话 他打掉同样的道理上马 如果你要是先上马 跟他对杀 这儿你也杀不过他 他有一部田向也底线闷杀 你必须得逃 顾不上吃马 然后他这里把马吃掉 你一上马看似绝杀 其实呢他一退鞠就可以守住 这儿的话他需要先走一个过门 看对方怎么走 对方这时候如果落象的话 这个鞠一步就守住了 对方如果不是的话 这一将一叫抽回来守住 还可以将来再往里切三子归边 所以对方有可能他直接就上来了 上来的话他的目的是将来出老将 到这边杀棋 这边挂脚 这边狙杀 那黑方就跳一将将就进 你这儿出来之后呢 如果没有这个炮 点一将就杀棋了 有炮也不怕 先跳一将把它将进去 将来这个棋再退回防守 这样一来对方没有了初帅的助攻手段 这儿回马是没有杀棋的 将来还有捉死马 所以这个棋啊 走下去肯定是黑方满意了 那么实战的话 这个棋黑方并没有选择聚八进七对杀 而是呢 求稳 选择了足五进一 这也是一个套路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就上马 准备去卧槽 这儿的话 黑方也就掌去救护 红方一上 这里黑方选择是马五进六 这是常见的招法 那么对方这个棋就捉马 黑方也就上 那么红方到这儿以后 选择啊 这个将军的话 那就会上去 将来这里啊 金炮打狙 是要走一个打边兵 想偷袭啊 这儿黑方他是不能上马的 如果上马 他一打狙 你狙一闪开 这里马会不会杀起 你要是吃马 那狙没了 所以这就是红方的飞刀啊 所以临场的话 这个棋还是比较犀利啊 那么到这儿以后 关键的地方在于 黑方他有一个对局的桥手 可以解围 那么你就吃马了 因为对完局没有作为啊 这儿的话一交换 红方强盗先手 就是将来可以盯着炮 黑方就可以呢 架中炮 到这儿你要不吃 相一补就没齐了 你一吃的话 双方形成对杀之士 这儿的话 这个棋 他有一锅槽马也不怕 这个结果是黑方好 比如说你现在吃局吧 把局套住 他这边就挑一将 马后炮杀你 你这边一出 这儿的话他就将 然后你补视他踩相 最终这个棋呢 足可以支柱马 你要是强行上马的话 那这棋也是速败 将来这个足太厉害 你过边看住 他就弃一个 将来这个老将一上三楼 这儿你再挡不住 眼看第二星期绝杀无解 所以这个棋黑方 应该说可以下 红方的话 这个棋暂时就没什么手段了 平常的话 这个棋梦辰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 他选择的招法是上后马 这个马一上之后呢 应该说就产生了复杂的变化 黑方能做的就是 踩进去跟他对杀 这样红方会跳进来 将来你再冲 他跳一将 打着马就回 再一将 然后呢 再跳马进来 这儿的话就骗你 如果你敢踩相 他就杀你了 将军你一上 这儿颠死 所以你不得不送炮给他吃 那这个结果呀 你这边一个马杀不死 他这边拘双马杀你 所以这样肯定是不行 所以黑方到这里 他能做的就是赶快捕士 将来对方呢 再把拘往过掉 进行一个破象 再杀死叫杀 步步追杀 这儿可以飞象 然后这个炮龟一甩 黑方也只能握槽 红方可以守住 这儿的话 应该说红方先守 但是黑方他也能应付 将军的话 他这里呢 也就是一个知识 然后你这边 如果说这样去走的话 他将来始终呢 是有一步 你吃炮 他会马打狙 再上马杀棋 所以你必须得知识 防守 所以这种棋的结果 就是红方在进攻 黑方要不停去守 如果你一招走差 可能要输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就是说 将来你现在 如果敢过来吃我的马 我就杀你 双方耗在这里了 所以这个棋都可以下 黑方要苦手才行 那王庭选择了季度变化 他没有这么走 而是选择了一个直接平炮 像球稳 那么像球稳的话 这个棋 黑方他就上当了 红方就把他锁住了 黑方赶快补试 解脱这样一个困境 这儿一甩去 准备到底线杀象 黑方切进去之后 你要吃象 人家这里杀底象砍势更厉害 所以黑方又赶快调势 红方这时候 如果吃就上当 人家又补试没鞋了 他现在选择的是退狙 捉对方的马 这招起犀利 你踩相没有用 他吃你炮 这儿的话 这个棋只好退回 想防守 结果他仍然去吃 那现在这个棋 到这儿也没办法了 那么先跳一江 把炮掉过来 对方强行上导帅 这儿的话 这个棋你狙还点不下去 这个炮 那么一样看吃炮 正常招法肯定要上老将 但是呢 如果你贸然上老将 他可以弃狙砍炮 这儿有马后炮杀棋 你不管是回马还是上马 他双将 再把你狙吃掉 这样你就会多子 所以王天一 这个时候呢 没有这么选择 他选择是退狙苦手 那么此时呢 这个棋 红方已经濒临成下 这儿黑方已经抵挡不住 没办法 这个棋切进来之后呢 硬要吃 黑方下出一个骗招 想骗对方 如果说你贸然这样去吃的话 他这里刚好可以选择一个拱一将 然后呢 这边把你吃掉 等你去对的时候呢 他小子冲一将 这个时候呢 你现在不能吃马 否则杀你 所以你必须得选择吃掉他 他把你炮材采掉 这样的话应该说 黑方还可以纠缠 所以呢 这个棋差不多了 那临场的话 红方根本没有给黑方任何机会啊 他把这个族给吃了 以绝后换 到这之后呢 王天一也是后马进入把狙 勉强扣住 结果红方狙又来了 去而复返 到这里你这个炮根本就保不住 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认输 勿承获胜